第七百八十九集 这个日升城在明都的正南方 周围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地带 地势的简单 也对我们的营救行动十分不利 这也是为什么 我说有着雨昊的模拟魂迹会容易一些 根据学院的判断 日月帝国因为上次的大爆炸事件有所忌惮 而日升城本身不大 又有城墙 防御起来就容易得多 但那里不但有重兵把守 而且必定会有邪魂师魂倒师强者在 尤其麻烦的就是那些探测魂倒器 那是恐怕连小师弟的模拟魂迹都无法骗过的 因此想要营救就十分困难 何菜头沉言道 大师兄从地下过去行不行 肯定不行 走地下这招 本地宗都用过两次了 日月帝国每次都吃了不小的亏 必然早有防备 对我们来说 最大的利好就是 当初那场大爆炸 已经被日月帝国直接安在了天魂帝国和新罗帝国头上 行对来说 他们对两国的监控会更加严密一些 经过这两个月多的等待 日月帝国方面虽然依旧严防死守 但至少在心理上一定会略微有所放松 学院那边的详细计划已经出来了 稍后我们参与此次行动的人就要过去和他们会合 薛老师 您还是留在咱们堂门坐镇 我们这些人之中 南南 萧萧 你们两个留下 江南南和萧萧一听这话 就有些着急了 不过没等他们发出不满的声音 贝贝已经抬手示意 让他们听自己说完 这次行动 古一是十分危险的 咱们堂门发展正处于欣欣向荣之事 所以 一定就有人留下才行 我死前想后 你们两个留下最合适 我 菜头三十余号 我们四个 再加上古一秋秋绝尘 一共七人参与本次行动 其他人都留下来 金子言有些不满的叫了起来 好 也算你一个 就这么决定了 南南 萧萧 娜娜 你们都留下来 墨薛那边 学院会有安排 大楼 你也和薛老师留下 继续咱们混倒堂的工作 大师兄 正在这时 霍雨昊突然开口了 嗯 贝贝开向霍雨昊 这次行动十分重要 但咱们唐门 也还是要留下一个主事的人 你也留下吧 这次有二师兄 三师兄带队 你在家里作证 我们也能放心的下 这怎么行 我 雨昊说的对 贝贝 你应该留下 咱们唐门的事情够多的了 你一走 都认给南南和小小 他们压力太大 天魂帝国 星罗帝国 还有斗灵帝国那边的订单 这已经来得跟雪片似的 难道你想让薛老师亲自处理吗 要是雨昊没出关 你倒是必须去 有雨昊在 你还去干啥 雨昊这一拳恢复 无论是实力 能力 都比你强多了 你就不要去了 虽然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实话 但你也不考虑 考虑我的感受吗 看来我真的要努力了 雨昊 你 雨昊自然看得出大师兄在担心什么 想到肯定的点头 大师兄放心 我没事的 等这次救人回来之后 我就去看看冬儿 然后回来继续闭关 贝贝从来都不是一个犹豫不定的人 他也知道 塘门需要自己留下 这次的营救行动 不能影响整个宗门的发展 好 那就这么定了 这次就有雨昊带队 雨昊 正所谓当仁不让 将大家交给你 我才能放心 你们每一个都要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 是 大师兄 霍雨昊没有推拒 澄澈盈润的眼眸深处 寒光一闪而没 如果没有日月帝国那些人 他们怎么会被逼进乾坤问擒谷 不进入乾坤问擒谷 冬儿又怎么会 无论于国于己 他都早已站在了日月帝国的对立面 以协婚师为国教的日月帝国 如果在未来统治了大陆 那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很难想象 冬儿的沉睡 为他的性格中增添了一份果决 马上就要18岁了 他已经是昂扬青年 他要为了自己的爱人而战 他要为冬儿报仇 要不断增强自身实力 浩天宗主 牛天的话 他听进去了 作为一个男人 如果连守护自己女人的实力都没有 又凭什么和他在一起 冬儿 等着我 等我这次救人回来 就去看你 快三个月了 你醒来了吗 一想到冬儿 霍宇浩的心就不自觉的火热起来 内心的战役更是熊熊燃烧 江南南和萧萧虽然都有些不愿 但贝贝已经决定了 他们也不好多说什么 本来贝贝打算连和彩头都不让去的 但考虑到这次事情危险 需要和彩头提供更强的火力输出 才确定让他前往 于浩 你来一下 才一散会 霍宇浩就被宣子文叫到了一旁 你这浑倒气之作还学不学了 你别告诉我啊 你已经准备彻底放弃了 宣子文没好气的说道 他这都好几个月没见霍宇浩来浑倒堂干正事了 宣老师 我不打算放弃浑倒气 但恐怕我也不能和您一起研究最顶尖的浑倒气了 我 行了 别说了 人各有志 我也不能勉强你 你走之前再来找我一趟 你那人形浑倒气 我帮你重新整理了 你看看你做的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浪费了多少材料 说完宣子文转身就走 莫送着他离去的背影 霍宇浩心中不禁升起振振乱意 别看宣老师说的严厉 可是字里行间却依旧充斥着对自己的关心 他在闭关之前 就将自己制作的那个人形浑倒气给了宣子文 当初 在制作的时候 他确实是多用了许多稀有金属 那是为了带更多稀有金属回来 这一点 宣子文不会看不出 当然 他制作的那个人形浑倒气 还十分粗糙 毕竟当时 只有那么短的时间 宣子文既然说帮他改装过了 那么这很可能就是创造历史一般的人形浑倒气啊 哪怕是日月帝国 因为没有唐门的积阔技术 也不可能这么快完善浑倒气制作的 众人各自返回房间收拾东西 当然 也有某两对情侣的依依惜别 一个时辰后 众人聚集在唐门炎舞场中 霍宇浩和菜头 徐三石 济绝尘 金子言 叶孤一和南秋秋 一共七人 六位魂帝 再加上霍宇浩这位准魂帝 全部到齐 小师弟 此兴凶险 大家的安危我就交给你了 我只说一点 无论遭遇什么情况 你们都必须活着回来 为了唐门 也为了你们自己 你我接唐门 身在局势中 大师兄 我一定将大家平平安安的带回来 哪怕为此 好了 出发吧 贝贝没有让他把话说完 用力的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就率先向大门出走去 货雨后和伙伴们迅速跟上 在贝贝的带领下出了唐门 直奔史雷克学院方向而去 史雷克学院依然如故 因为魂倒系的高速发展 目前史雷克学院完全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魂倒系的扩张 令外院各年级额外扩充了三个魂倒系班级 当霍雨后他们来到学院门口的时候 正是正午时分 学员们都已经下课了 在门口处穿梭不绝 学院大门外 各种小商贩正积极地叫卖着他们的货物和食物 热闹非凡 徐三十搂着霍雨后的肩膀 唉 每次看到这一幕 我就想起咱们当初刚认识时的景象 那时候 你可不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吗 说到这里 他的表情变得哀怨起来 小师弟 你都多久没有给我们烤鱼吃了 这次路上 一定要烤鱼给我们吃啊 好 霍雨后看了眼走在前面 听到烤鱼二字时 身体明显有些僵硬的贝贝一眼 心中暗叹一声 他知道 大师兄处境生情 又何尝不是想起了小雅老师呢 徐三十何懂聪明 顺着霍雨后的目光一看 就发现了贝贝情绪的变化 对了 贝贝 你那图画也不给小师弟看看 小师弟不是去过那个什么冰火两衣养啊 那你说不定有你需要的东西呢 贝贝立刻停下脚步迅速回过身来 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有些急切的道 对啊 我怎么把这茬忘了 三十 总算你做了件好事 小师弟 你看看 竟没见过这两种植物 我当初在秦昆问秦谷的时候 他们就给了我提示 大概的意思是 想要救活小雅的话 就需要这两种东西才行 一边说着 贝贝从自己怀中 争而重之的 摸出一个册子 将册子展开 露出了里面两幅画工精美的图画 第一章是一朵大花 一朵粉红色的大花 诱人的粉色花瓣盛放 动人心魄 第二章是一簇 犹如蓝色水晶般的草叶 这是 游行起落新品 霍雨后惊讶地说道 听他说出这个名字 贝贝全身矩阵 师生道 小师弟 你真认得他 从日月帝国回来以后 他就用自己的奖励 找了最好的画师 释放了一次幻影 将这两种东西画了出来 可是画是画出来了 神韵也具备 但他问遍了所有史莱格学院强者 以及史莱格城内的各种店铺 却没有一个人 能告诉他这两种东西是什么的 几个月过去 连贝贝自己都有些心灰意懒了 却万万想不到 霍雨后 却给带给了他柳暗化名 应该不会错的 我在冰湖两一眼见过这种植物 当时 他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叫做幽生起落鲜皮 是一种极为珍贵的植物 在冰湖两一眼的那一株 甚至已经修炼出了灵智 大师兄 等我们这次行动回来 我就带你去找 而且 这株幽生起落鲜皮 对植物的见识极高 这第二种植物 我虽然不认识 但他却很有可能会认得 贝贝的呼吸变得急错了几分 扮上之后 才轻轻地点了点头 好 等你们回来 再说 他是用巨大的毅力 才克制住没有现在就拉霍宇浩 去寻找这幽香起落鲜皮的 无论他多么爱唐雅 多么想尽快 找到能够聚会唐雅的药草 身为唐门门主 他也只能以大局为重 霍宇浩看得出他的交集 大师兄 我们一定尽快回来 嗯 一边说着 他们已经走到了学院正门门口 迎面一群身穿外院校服的年轻学员们 正好从里面走出来 双方迎面碰上 因为两边的伤犯 顿时堵入了 走在最前面的一名年轻学员 身穿紫色校服 显示着他大约外约四年级左右 一头深蓝色短发 显得很有精神 眉宇间却带着几封傲义 让开 这蓝色短发青年身边 另一名身材较为销瘦的青年 毫不客气地向唐门这边 走在最前面的霍宇浩喝道 从表面看上去 他们的年纪都和霍宇浩差不多 最多也就是小个一两岁的样子 他们身边还簇拥着五六名 都穿着紫色校服的史雷克学员 其中不乏几位相貌不俗的美少女 霍宇浩那会和这些学弟 学妹们去较真 微微一笑 下意识地横移一步 就要把路让出来 不过他大度 可不是所有人都大度 喂 你有点气节行不行啊 你们懂不懂得礼貌 长者为先的道理都不知道吗 赶快让路 毫无疑问 这喜欢挑事的 自然是那位傲娇胶之龙 难求求了 男秋秋虽然不是江南那王冬儿那样的角色 但也相当靓丽 他一从霍宇浩身边窜出来 顿时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之前那身形消瘦的青年眼睛一亮 哇 美女啊 你是哪来的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霍宇浩他们这一行人身上 都没穿十来个校服 自然被他当成了外人